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板块 叫做跑男跑过的城市之美食排行榜 马上来看一下在这期节目当中是哪一位嘉宾为我们带来乐山美食排行榜 首先谢谢跑男请我吃饭 全部都是乐山 峨眉当地的特色 这是啥啊 这个是豆腐脑的配料 豆腐脑 跟那一碗白色的是一起吃的 这是豆腐脑 那晚点吧 你组合去 先来个这个 这个叫豆腐卡卡 豆腐卡卡 好吃 豆腐很有嚼劲 你平时是喜欢吃辣的吗 我爱吃 我爱吃 但是我吃的辣的 太辣的容易闹肚子 所以可能 嘴馋的时候就偶尔点热 我要把这个留到最后 冰粉 我的最爱 我要吃肉了 这是啥 这是甜皮鸭 吃个大腿 你们那边应该吃鸭子也挺多的 对 烤鸭会人水鸭 你感受一下不太好 又甜又咸的 好吃 我尝一下豆腐脑 这豆腐好像一层是 有那个脆哨 然后有一些花生 你要拌在一起 然后那个小蒸笼里面的是 粉蒸肉跟粉蒸肥肠 我超爱吃肥肠 它这透明的是 大藕粉 藕粉加上豆腐 我肥肠去哪儿了 找到这儿吧 它好香啊这个袜子 是好吃的 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 豆腐脑是很汤水的 口游超手 你平时吃到川鱼地区的超手不快一样 它们那个皮会厚一点 对 这个皮很像 就是只有鹅梅才有 就鹅梅当地的超手才能做 这好吃 这个再来第一 这是扇鱼哈 豆腐 这些炸过的五花肉 这些炸过的五花肉 最香的 还有啥 啊 翘翘牛肉 其他嘉宾也有这样一顿吗 不能我一个人胖 又来 嗯 好喝 这个特别嫩 这个牛肉 干吃的是好吃的 不行了 我快吃饱了 好饱 米糕 嗯 对不起大哥 这是啥 红糖锅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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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下波波鸡 不要重一些 有一点甜 我觉得不辣 好香啊 好香啊 尝一下这个泡菜 姜 我不吃姜 我尝一下 太好吃 它这个姜和这个笋 都是这里很有名叫西坝 它那里就是水质特别好 它那个姜也是每一年产量 都只有一点点 这姜好吃 你们一会儿来尝一下 一点都不辣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好 还差最后 吃点吧 这里面是肉啊 你尝一尝 里面是肉 可以看到吗 肉我爱吃 应该很好吃 应该很好吃 果然 那如果你比较爱吃肉的话 那平时 是只吃肉 不吃淀粉 可以 好吃 不是 什么减肥是吗 我可能在晚饭会少吃一点主食 那中午和早饭没有混 尤其我早饭特别爱吃面食 汤面 饺子 手抓饼这种 早饭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素面加一个荷包蛋 手抓饼放一点香肠 那豆浆 肉包 我要吃一个肉包吃个素包 然后还要吃那个叫酱香饼 有的时候会吃一点炒粉之类的 我选在比如说七八点吃早饭 然后十二点左右一定要吃午饭 晚上就是五六点 最晚就是七点多 最后一个 凉粉 冰粉 好好吃 可以吃完吗 我可以 我就是那种 我吃饭吃饱了 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份我喜欢吃的甜品 我还可以把那个甜品吃完 好吃 是香的 超好吃 干吃都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好吃 好好吃 哇塞 好好吃 哇塞 好好吃 哇塞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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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吗 第一冰粉 第二是焯熟 第三是焯表牛肉 然后蒜条 豆腐脑吧 嗯 大家应该没有吃过这种 诺基基的豆腐脑 快来来 来快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下 还有哪一些在节目里 看不到的幕后花絮 九十年代 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 都随着改革开放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很多服装店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大家看到旁边 就有很多款式新潮的帽子 我们这个环节要进行挑战的就是 纸压板粘帽子 啊 粘帽子 什么意思 等一下大家 头戴着帽子 然后往起跳 把帽子会粘到这个顶上 我的天啊 然后12位成员 一共能够粘到20顶帽子 就可以 你这个游戏考虑过公平性吗 我们没有那么高 这是值得考量一次 所以这个高度就是有女生的高度 然后男生的高度 有众生的高度吗 哈哈 首先为大家来到的是女生的高度 下来了下来了 下来了下来了 下来了 现在就是女生的高度 好高级 好高级 可以可以 这个黄晓刺 这时候就不要融通 怎么办 好痛啊 放出去了 好痛啊 好痛啊 这个太难了吧 加油 好痛啊 张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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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下面喝多了 你们是鹅还是鸭 没顶一次都要吐了 哇 你看这对于他来讲太简单了 这我用心 一二 哇 一二 哇 反正都没了 冠军不只是自己跳 还完成了脱举 冠军你先别动 一会儿还有几个男的上去去脱举 刷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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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留点力 算了算了 他对着镜头 我不要跳了 接下来要轮到男生出战了 周深 周深 这些就是新人大礼包 知道吗 对 来吧那老夏来吧 你先上 你们先上因为我们蛮长的一会儿又 去吧去吧 对我们一定是把机会留给需要的 对 我上去通透一下 我也来 我也来玩一下 哈哈 啊这么痛 啊这么痛 啊 慢点 哦 好痛啊 啊 好痛啊 加油 这个比看起来痛很多倍 这有那么疼吗 这有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拿帽子 我过来你先拿帽 夏哥那个 头顶菠萝吗这是 好痛 好痛 你不要压我 你压我 我更痛 你自己管好自己 他们两个在一起真的好可爱 来让他俩先来一个 来来老师 你先你先 你先 你俩就别客气了好吗 我先晕一下 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 我怎么跳 我得先说服我的脚晕得很痛 周深感觉你要跳很高 周深你可好像要跳一个你 你们先当我不存在书 我托你一把 我托你一把 吴老师你是托你老师 我可以托他一下 托他一下 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电 找到了两个电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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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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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刚才谁跟我说要助跑来着 猪跑不行 他只能原地跳 猪跑是肯定不行的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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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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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来不来一个 周深 我跟你讲 不管能不能顶到 跳一下腰 对 对 是不是 你也没跳 我们三二一一起跳 好 三 二 一 超好高 好高 太坏了你杀意真的 我就猜到是这样 没有 我在起跳那一瞬间 我觉得有点不稳 扶一下帽子 扶一下 赶紧上 不 没有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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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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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 刚才 没有他真没你跳的高 哎哎站到了 哎哎站到了站到了 还差最后一点啊 哇 哇差一点 哇 哇差一点 差一点点 哎我觉得你们俩要不推下来周深 周深来吧 来我真是说心里话 其实周深刚才跳的已经尽力了 那我们一人一人一变 我也我也帮忙 好 一 一 二 二 三 啊 这么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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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的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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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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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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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腳还在鼓掌 那马上我们进行提问 第一题 请蔡时琨孟佳前往答题一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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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就哄啊 啊 求求他一定是一个我们会的 哎 这题目应该很容易 请问你们面前的三样东西 分别是什么 请准确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是那个 这是我奶奶用的 这是那个 我奶奶用的 缝衣服的时候用的 要准确说他叫什么吗 对 请起个名吧现在 我啊 你刚刚不是说是奶奶带的 对我奶奶带的我当 不是我我当年看的时候 我的理解凭我年幼的理解力 我是觉得他是一枚戒指 就是那个 哎 他不是他不是纯戒指 这样看好像还挺像戒指的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不然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 答对的话可以带走吧 还挺好看的 不是 他有个名吗 哎 小时候奶奶他们缝衣服的时候 不是最后一针 都捅不进去的那个戒指叫什么 顶针 顶针 漂亮 漂亮 然后这个是烧热水的 叫什么 哎 这个叫什么 那个是什么 啊 烧水的那个 烧水的那个 所以他名字叫什么 热的快 热的快 大学宿舍要收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万能充电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适合任何大小手机的那个充电 所以这家物品最后你们的答案是 顶针 万能充电器热的快 恭喜回答正确 顶针可能先来用像这个万能充电器已经是很少有人使用了 然后热的快 现在也有人用但是人用的很少了 好那恭喜两位 请 李琴 孟子毅 前往达底 走了 孟老师靠你了啊孟老师 哎呀我可不行 你要相信自己孟老师 你看他特别厉害 放放后边吧 我就想不起那叫顶针 请听音乐回答问题 来请出歌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张强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陆灯下的小姑娘 小小女孩吧 姑娘 陆灯下的小女孩是 真假的 你别这么找说一会他改题目了 请问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我不确定 真不知道 我听过 我也听过 那个电影 亲爱的小妹妹 陆灯下的 陆灯下的小女孩是不是 小女孩 小姑娘 小女孩好像好听一点 我们不确定是小姑娘还是小女孩 这肯定是陆灯下的什么东西 小姑娘还是小女孩 小姑娘还是小女孩 小女孩 相信我小女孩 小姑娘 相信我小女孩 相信我小女孩 相信你就废了今天 沙玉老师说是小女孩 沙玉说小女孩 让你相信她 那就是小姑娘了 对 小姑娘听着不太文明 但是我刚刚的第一反应 也是说的是陆灯下的小女孩 小姑娘 我唱过这个歌 我唱过 小女孩 沙玉哥说什么 小女孩 小女孩 那就肯定是小姑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的是小妹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刚刚有好好听吗 歌词有好好听吗 我听了 小妹妹 陆灯下的小妹妹是不是 不是小妹妹 小姑娘肯定是小姑娘 陆灯下的小姑娘 确定吗 说得我心秃秃啊 没事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吧 小姑娘 确认了啊 确认吧 小姑娘 好像是陆灯下的小妹妹 好像是陆灯下的小妹妹 陆灯下的小妹妹 陆灯下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勾气 陆灯下的小妹妹 是陆灯下的小妹妹 确认了啊 那我现在来公布答案 3 2 1 请看 小姑娘 我唱过这个歌 我唱过 请看 是陆灯下的小姑娘 小姑娘 小姑娘 你为什么不认小姑娘 你们为什么要相信杀意老师 你为什么不认小姑娘 没有相信她 我们不改成了陆灯下的小妹妹 不是应该说陆灯下小姑娘吗 小妹妹那不也相信我了吗 你怎么说那小妹妹 你怎么有个性呢 非得自创一个答案 因为歌词里是小妹妹 你排除了俩答案 他们都选错了是吗 对我说了两个错误的 他们都能赶上 能赶上 这一记脚屎棍而已 就是你 你别恭喜你 喜提脚屎棍 姿势标准的味道都出来了 姿势标准的味道都出来了 你很漂亮 沙哥不要对着我甩 别甩我 撒了 下一组请凯哥和白露 加油 白露 走吧 凯哥 请听题 九十年代人们结婚的习俗中 经常提到的四大剑指的是哪四样东西 四大剑 热水瓶 红红色那个床单 有送床单的吗 有那个弹 弹 算吗 弹一贯 四大剑 是啥 九十年代结婚习俗中 经常提到的四大剑是 自行车 自行车 电视机 电视机 自行车 收音机 抽油烟机 缝纫机 缝纫机 缝纫机可能是 你 你家具全都说出来了 电视机冰箱 录音机 录音机不算大件吧 大件大件大件 录音机算大件 双卡双卡录音机 冰箱 冰箱电视 呃 录音机 都有电视了还要录音机吗 我不知道 我是九十年代才出生的人 你在问我 自行车 没有自行车 八年代都有 没有电风扇 电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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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冰箱 录音机电风扇 四大件 这个我绝对对 电视机冰箱 自行车 自行车 电风扇 确认吗 确认 确认吗 摆烂了就是这样的 确认了啊 很遗憾 回答错误 真正的九十年代结婚习俗中经常提到的四大件指的是冰箱 电视机 洗衣机 哎呀 录音机 哎呦还真有录音机啊 哎呦很遗憾 洗衣机 哎呦真真不好意思啊 平时不洗衣服把洗衣机事忘了 请胡老师凌云前往达地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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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他们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一个对的啊 完了 哎呀节目节目组题目太坏了 导演人秤一点哎 这个题应该很简单 真的吗 对是一道音频题 请问 这个通讯软件的提示音代表的是什么 来听听 QQ上线 就是上线 就是发消息了呀 不是不是不是 就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什么 是有人上线吗 是是有人上线通知 我觉得他他的直觉是对的 确认吗 嗯上线上线通知 恭喜回答正确 我们打对了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 我当然经历过啊 QQ怎么没用过 我还抢过车位呢 抢抢农场嘛对不对 停车位有没有 来吧沙哥 谢谢不要相信哥 对我就打算选沙哥反的那个 对 万一沙哥这次终于对了呢 万一沙哥这次终于对了呢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哎呦妈 没事对不起 要不您煮着点 您煮着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图片 请问这个物品的容量能储存什么 哎呀这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这是硬盘吗 不是硬盘 实话是说我是经历过 但是我不懂电影 我也经历过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存存储盘吧 还是什么 它是一个软盘 软盘 对 它应该只能电影 照片一张肯定不止电影 能存电影吗 那么大吗 我我记得应该是电影 一一一张图片一首歌一部电影 问题是啥 看得到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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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知道 所以我觉得是一部电影 问题是啥 哈哈哈 他们已经他们已经打完了 好卑微的 这个团体好分裂啊 好卑微好卑微 我听你来了这次错了可不怪我 C确认啊 确认确认 就是你们认为这张软盘可以储存的容量是一部电影 对 对吧 对 很遗憾 回答错误 那是什么 90年代开始的时候个人计算机逐渐普及 软盘是个人计算机中最早使用的可疑戒指 我们最常用的这种3.5英寸的软盘容量是1.44MB 所以1.44的MB的话在这当中只可以储存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所以很遗憾回答错误 是我也嚼食棍了现在 拿拿拿拿拿 请问以下食物中哪一种是冷食 麻辣烫肯定不是吧 每次他都说热腾腾的麻辣烫 冒菜就是用那个煮的 串串香也是要用煮的 要煮的 它都是滚的 我同意 因为只有波波鸡我没有吃过 我记得波波鸡就是大家可以平时买出去就是一个盒子 然后就可以装走的 就是凉的 你吃过吗波波鸡 吃过吃过 我没吃过波波鸡 是凉的 反正这几个我都吃过都是热的 对 波波鸡 确认啊 恭喜回答正确 对因为波波鸡还是要放凉吃的是凉的 然后其他确实都是热的 然后冒菜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马上来到我们的幕后大揭秘环节 我们看到我身后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马上来问一下这个场地的导演 大乔 辛苦了 辛苦了 脸上都是汗现在 这个场地是你负责对不对 是的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道具是干什么用的 他们要挑战一下就是超长抬球桌 一个是九米的一个是十二米的 你帮我看一下 好 是这样吗 然后手怎么放 手高 就我就这么这样 这样 这样 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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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 可以的 哇 可以要进了 要进了 要进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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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进了 要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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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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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用我出手吗 哇 哇好厉害啊你 我发现女生都好厉害啊 云 换这个 哈哈 哈哈 等会儿 哈哈哈 哈哈哈 拿自己仅有的西装 进了 进了 完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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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吹一下就好点了 对吧对吧可以 啊 紧张 别紧张 别紧张 哇哦 哇 哎 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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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可以可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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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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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看 吹进去 伞都坏了 你这是 我给你们扇来着 我从那边 一路跑着嘴都歪着 哈哈哈哈 老爷不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这个难吗 这个啊 这个还好这个难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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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哎哎哇 还不错不错不错 我是抬球高 真正的抬球高手都是要脆丑的啊 我这力度放轻了一点 可以 还蛮稳的啊 我们邀请一下路边这个小姐姐好不好 小姐姐 来来来试一下 她她是不会 她是不会抬球 她不是不会打她是不会抬球 哎哎哎 拐回来了 哎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什么啊 因为现在是中午 嗯 她对于一个物体来说她有热胀冷缩这么一个 所以两边就 对稍微会稍微 有一个凹槽的 对 撬一个就你肉眼看不到的一个高 那我们正式路的时候会这样吗 那因为正式路的时候是下午六点多钟 嗯 大时候天已经 降下来了 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 12米的这个长度的视觉效果 但其实打起来还是 打起来还是 比想象中会简单一点 对比想象中会简单 每一个环境不一样吗 你在 在到一个工厂室的时候 它的场地的环境是 是 那个样情况的 嗯 你到了实际的时候 其实这个场地大家也看见 就是非常的 奇趣啊 对 地是不平的 需要进行一些调皮 嗯 这个应该是第 第五版的那个 好了这个场地呢 我们就看到这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场地导演大乔 马上去下一个场地看看 还有什么秘密在等着我们 这俩其实都是老朋友 之前都来过嘛 那个周深来过好几次 然后白鲁还来了我们 这个黄河片的一整季 又熟悉 然后呢 又觉得他这一次带了能量满满 因为我之前看他的剧 也会看过他的一些综艺 其实是知道他的性格是很活泼的 那种 那个表现帮我还用过 之前有小小的一起录过一期 就觉得是一个大大烈烈 然后就相处很轻松的女孩子 然后今天就发现 比之前的印象还要乘一时 对 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录节目 就性格特别好 对 周深其实也来过很多次 他的猜歌曲的能力啊 猜歌名啊 他在一些技巧方面 是很有优势的 很搞笑很幽默 他只要一唱歌 他已经就是get了我的欢心 那简直是天籁之神 百灵鸟 周深就是那个帽子嘛 他要顶那个帽子 然后顶不到 还要拼命地跳 其实那个很痛 很痛 然后后来周深拉着baby 哇 那很厉害 哇 很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的 有 其实我自己就留了很多 我是一个比较白旧的人 组合电视柜 那里头有一些小摆设 还都有 呃 邮票 俄罗斯方块算了 算 有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也有 呃 我爸爸妈妈的结婚证 然后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GDG 我妈妈现在都还在留着 我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爱好 就是 喜欢收集硬币 哦 就是收集各个国家的 这个老硬币 我妈会有一个红皮箱 就是专门 就是那种 那种翻盖的 然后我妈也有好多个相册里面 就是也有黑白照片 也有就是刚用上彩色的照片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包括我今天那个什么四件套 我都猜会不会有羊绒毯 因为那个羊绒毯 当时在我小时候非常盛行 就是那种花纹的毯 有一段时间很很流行 用数码去拼的那个照片上 对对对 就把头脸抠到别人的那个框架上 我爸给我妈写了一封情书 是保存了三十年的 你看过那种情书 有看过 肉麻吗 他们当时还是用传针传过去 因为我妈当时在另外一个国家 她传过去 哇 传针啊 很肉麻 挑出最肉麻的一句 她说爱你我的小老鼠 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磁带 Walkman Walkman吧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没有 我就借同学的听 然后就借一次就觉得好幸福 竹蜻蜓我好久没玩到 就是 就这样的 这种录像带唱卡拉OK 小儿一直唱一直唱 兔子灯 好像每年元宵节的时候 小朋友内卷的最严重的 就是兔子灯 我其实怀念很多小零食 就像那个大大泡泡糖啊 很多零食 其实都是要去那种专门的 就是这种追忆的那种店里 才能买的 我那个时候经常会看那个 幽默大师 你记得不 里头有漫画 有小笑话 然后有一些小故事 你知道吧 看了让你觉得很快乐 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独目 我们小的时候就可以租叠片看 就VCD VCD 那个叠片光盘 那时候你们很小 押金是两块钱 然后租一天是一块钱 然后回家看 别说了 这是已经说出年龄差 我那时候是录像带 至少两盘到三盘录像带 才能讲完一个电影 好爱 你知道吗 信衫信裤 喇叭裤吧 回力求鞋 对 蝙蝠衫 比如说像这个红色的波点 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 我妈妈都有一件 老的一些皮衣啊 或什么的 我也觉得蛮 蛮有感觉的 比较喜欢那种古董表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那种复古花 花纹的毛衣 还有一些 比较夸张的耳饰吧 可能 那种 我很爱他们的那个 扩形西装 然后牵笔裙 一个垫尖那个是吧 美炸了 哇 周星驰的 周星驰的 《创世纪》啊 《大时代》啊 《鹿顶记》啊 《烈火战车》 《新白娘子传奇》啊 还有什么 《倚天同龙记》啊 《摄像云同传》啊 那时候都是万人空相 出来一部大家都看 那种感觉也蛮好 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体验一下 那时候的演艺圈 感受一下 那时候的工作氛围 会 对 因为我觉得 这是你自己喜欢的 其实你还是会选择 做这件事情 这个啊 我瞬间卡壳了 可能想演星爷的电影 那一年代 想进军演艺圈 更难吧 机会比较少一些 可能就是找一个人 相夫教主的这种 我觉得我现在在90年代 我应该没有这样 这么幸运 可以做这份工作 我也觉得好像 我觉得我没有地方去被看到吧 我不就是90年代 进军演艺圈的吗 对 我89年就开始拍戏了 90年代就是我进军演艺圈的时代 木吉他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音乐可能再也不需要乐器了 电脑就可以把所有的音乐都做完 像我们VJ拿了这个录像机 以后可能只要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拿了 汽车都会变成一个老古董的收藏品 做美甲那种 就以后他们直接一印上去就好了 就根本不用涂啊去画 支架油以后就完全不流行 以后的人应该是他们实体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对 他们可能手机都没有了 对 五个指甲 就是五个不同的芯片 这个拿来付钱 这个拿来干嘛干嘛 随手趴手往这一划 刷 你可能就那边就接通电话了 你知道吗 就已经 对啊 电子产品那就是这样 你可能你自己刷手就这样一弄 你就开始已经有录像功能 对面就已经有什么东西来直接就录像了 我相信科技就会这样 精彩继续 不要走开 接下来让我们去听一下 成员们在车上都说了什么悄悄话 要找到笔友真的很难啊 也是 对啊 找笔友本来真的很难 但我确实有个好朋友是笔友的 是吗 真的吗 真的 你有个笔友啊 对 然后我的笔名就是Angela Baby 哦真的吗 真的 我跟朋友讲过 所以出道的时候也就是故意用那个Angela Baby 对 Angela Baby是我的笔名加网评 哦 我小时候的 是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是怎么 怎么交上的笔友 对因为你不知道他陌生人的地址 没有 因为以前那个杂志后面有这个笔友的这个真记信 啊 他会把自己的地址贴在上面 他会把地址贴在上面 喜欢什么贴在上面 自己是单身女生要多少岁贴在上面 然后我就信 我信任选了 对我就信任选了 对我就信任选了 对我就看了一女生感觉生日跟我差不多 然后给他写信 然后还会留电话 然后有笔友见面 当时我上海 是同城吗 上海对同城 当时约在上海人民广场 哇 打电话约好那个几点钟在人民广场 然后那个大概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忘了当时约好穿的是什么衣服 但是反正我在那儿确实等了很久 也没有人来找我 然后后来后来发现他去买了两杯饮料 哇的好贴心啊 对 然后就给我一杯雪碧 哇好贴心啊 不行给你一杯安慕斯 哈哈哈哈 怎么哪杯雪碧呢 你也是 那时候还没到一四年 哈哈哈哈 那最后那个比友现在有联系吗 有啊 准备进了 哈哈哈 真的现在还是联系的 而且那比友我们就是就是 好朋友了很长很长时间 太神奇了 对我是真的有比友见面成功的 哇这个经历很神奇 啊你们啊我真的没想到你 我 真的好厉害 有那泡男的椎鸭板这么这么烫 哈哈哈 太痛了 巨痛好 痛好痛 啊 这是怎么了哎呀大呀 得了关节眼 哈哈哈 痛我抽你了我抽你了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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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鼓掌 泡男第一季的第一期就是椎鸭板 啊就是吃吗 就你们背着跑那段路 对 就是留下那个沙的那个因素 对 太痛了就真的太痛了 哇塞就是大家 想玩指牙板联系一下我们跑的 还行不走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比他们的指牙板更痛 太痛了 标准准备 太痛了 你说我们还玩过什么 就是大概有这么高的一个胎子 上面是一个合起来的 但是可以打开的板 拿错问题板打开 直接掉下去啊 掉下去啊 下面是椎鸭板 椎鸭板 就直接哇哦人格垮掉 那大家身体都很痛啊 我们都掉过了 这个非常痛 那个是我感觉最痛的 最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 你打的就对了 我现在我们就录完了 休息大概有半小时 我现在脚还是在 我也是 我的手还是在发烫 我的脚再感觉 只要把你的按摩几次 我的脚给拿筷子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了 如果您的身边有独特的 或者是想让我们嘉宾 去品尝的美食 一定要记得在弹幕留言 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倾听大家的声音 好了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